双心家庭越来越多 所以很多人把最放心的 就是把孩子 交给自己的爸爸妈妈 来帮忙照顾 那么这两代照养 到底是爱 还是所谓照养上的妨碍呢 还有很多人有个疑问 我们小时候可能被打得半死 明明爸爸妈妈过去是虎八虎嘛 做阿公阿妈怎么不一样呢 变成了孝孙跟孙奴啊 对 这个有一句话叫做 有一首歌来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人生没几个第二次 但是我觉得照顾小孩这件事情 对阿公阿妈来讲 真的是人生难得的第二次机会 因为他年轻的时候 养家的压力很大 打拼事业 所以可能回到家 小孩都睡觉了 然后小孩还没起 早上还没起床 他又出去打拼事业了 好不容易等到老年 经济稳定了 然后就催小孩子 赶快结婚 生小孩 我来带 我还年轻 我有经济基础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 补偿的心态 补偿 对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刚才讲 他现在没有经济压力 没有时间压力 他有大把的时间跟金钱 可以去挥霍 可以照顾孙子孙女 第三个我觉得 很多人老了下来之后 他其实个性的领角 慢慢就被磨掉了 这是真的 对 像我的外公就很明显 像我外公外婆生了七个小孩 所以最小的舅舅其实到我没几岁 我妈妈是找你 我曾经看到 我的最小的舅舅被绑在树上 我外公是日本时代的警察局长 拿那个木箭 直接打 但是我可以爬到我阿公头上 拉他头发 可是你们差没几岁 差没几岁 怎么会这样 他的观念就是这样子 一个是儿子 一个是孙子 心态就不一样了 对 所以我小舅舅 这小时候都对我很不客气 他觉得 不公平 太天心了 差别太明显了 这不只是猫爷猫奶 对 我跟你讲 其实我们这一代 这个时代的阿公阿嬷 已经是属爷属妈 属于老鼠籍的 你不知道那种感觉就是 看到一小孩 在那儿放下 他就说 来那儿很漂亮 小时候就看 又黑白棒了 你不问你是怎么 小夏至乖就会生气 可是看到孙子孙女儿跳 尿尿这样 好可爱 黑大便黑这么久 他们年轻到他们哭 嘶吼 他们都觉得 我们的耐心是无穷无尽的 因为我们多的是时间 我们多的是爱心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现在看到小朋友 我们愿意带 就是我们觉得我们有能力带 而且拜托 媳妇 你的老公 我也是这样带出来的 对不对 每次听到这种话 我就会说拜托 那四十年前的事情 你真的记得吗 记得 你以前真的是这样带小孩的吗 他才不敢嗆 我才不相信你敢在婆婆面前讲 不敢对不对 没有 我都没有讲 心里头有这样的 所有的媳妇 其实心里都有一把小小的火 正在燃烧 你如果再怎样看看 就是公公婆婆 你们不要太过分 因为我们做公婆 真的有时候会超过了个界限 就像你说的两百分 对 像我先生 每次就爱打果汁给小孩喝 果汁喝得很 咕嚕咕嚕咕嚕 这样是不好的 因为他又弄了一大堆的蜂蜜 蜂蜜 我就跟他讲了几百次 我说千万不要这样喝 他说他们喝完就会尿尿 没事 可是我的媳妇她就讲 水果要看在眼睛前面 自己咬 自己吃 才知道水果长什么样子 苹果是苹果 香蕉是香蕉 要让他看得懂 不要用打汁的 我老公到现在还没有悔改 所以你看过程当中一直沟通 但不见得沟得通 因为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问题 而且就像老师讲的 他们的耐心无限大 我儿子有一阵子两三岁的时候 很喜欢看到了你跟你玩玩 很高兴就这样一个巴掌过去 这种看在我们爸妈眼里 就绝对直接是骂 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打别人 你再让我看到一次我就要处罚 然后有一次我儿子 也是坐在我腿上就跟我玩 玩一玩以后就啪 就一个巴过来 我就非常生气 我说我没有讲过 我说现在你去房间里面 我说我把房间门关起来 然后我说我把房间门关起来 我说我要关五分钟 你进去 然后我婆婆在旁边 我婆婆就说不要这个样子 她说你知不知道这样子处罚小孩 她以后会有空间优弊恐惧症 她说你这样把它关在里面 她以后怕黑 怕一个人 然后不安全感 以后自己在 她说这样子不好不好 好好跟她讲就好了 我说不行 妈妈 这我讲过很多次了 你今天只是看到其中一次 我说这个东西要处罚 她说不用 不用 没关系 她就抱过来说 你看 要教养的时候开始介入了 对 她说阿嬷告诉你真的不能 你怎么可以打妈妈呢 妈妈这么爱你什么什么 阿嬷都接手过去 所以我当下没有处罚她 但是有一次 阿嬷抱着她在玩的时候 我婆婆有戴眼镜 我小孩一个开心起来 把我婆婆眼镜整个这样打飞 然后这边 因为打出去了 这边还有点皮肉伤这样子 我当场在旁边就看到了 其实我应该说不准 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 去罚站这样 可是既然你阿嬷已经上次护航了 你心里头在窃笑吗 我心里就 没有 我心里就想说 那我也 因为你又不处罚她 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那这个你自己要来处理了 对不对 然后我就看 我婆婆就是 也有点生气 就说 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呢 妈妈不是说不能打人了吗 好 你再这样子真的要像妈妈讲的一样 要处罚了 她就这样 然后那时候我才说 妈妈要处罚的话 其实上一次就应该处罚了 让她学到教训 对 不过在很多家庭 原本本身是婆媳之间 就有一些问题了 然后变成教养是把他们延伸了 更多的战场 我曾经有碰过一个 阿嬷打电话去警察局说 警察大人赶快你再不来 我的孙子快被我儿子打死了 他讲得很夸张 警察就很紧张 这个儿童福利义法下面 儿童事件很重要 警察就开警车去家里 发生什么事情 的确爸爸在处罚小孩 因为小孩功课不好 成绩考起来也不好 也没有到会打死这个状况 可是阿嬷就没办法接受 儿子打孙子 后来就做警车到警察局去 希望把那个气氛缓和一下 可是在那个警察局里面 气氛越来越不好 因为儿子觉得 我没有犯什么错 你叫电话报警 警车把我开个灯 然后载到警察局来 刚刚讲说 其实婆媳的家庭管教问题 其实有时候会延伸到 婆媳问题 我自己曾经有朋友 他其实是 就是阿公阿嬷很疼孙子 这个婆婆本来就很照顾 自己的家人 照顾自己的儿子 照顾自己的老公 照顾得很好 当然儿子娶媳妇 孙孙子 他当然一定说我来照顾 你们就好好上班 好好存钱 住在家里 保有家里两代关系 儿子回来吃饭 习回来吃饭 我就任劳任劣 心甘情愿 帮忙孙子照顾 洗衣服 煮三餐 送上学 都没问题 我这朋友后来也 当然中间有一些 因为管教问题 相处问题 比如说出去玩 婆婆就觉得 你看你妈妈又要出去玩了 又要去哪里 常常会有这样的声音 后来刚好这个朋友的 先生过世 这个朋友他觉得 婆婆儿子过世 他其实是希望继续 让婆婆不要觉得 儿子走了 孙子也没了 所以他一直希望在这个家里 能够保有那种三代关系 至少有孩子在 这个婆婆不会失落太多 可是中间很多很多的状况 比如说媳妇出去 比较晚回来 他就觉得 这个媳妇去哪里 做了什么事情 好像媳妇今天假日 对 假日带着小孩出去 后来就说 妈妈去哪里 有没有跟谁在一起 有没有叔叔一起 吃饭还有谁 说了什么话 要女儿回来 孙子回来 就一无一时的报告 像调查式的报告 那媳妇本来很敢念 婆婆说 其实政党人员把她的孙子 孩子带得很好 也带得很干净 照顾得很好 可是慢慢的 这样的关系开始在转变了 到最后 这个媳妇不得不带着孩子出来 然后不但整个 原来那个关系破裂了 整个家庭生态瓦解了 其实变成就不相往来 其实那种一些 本来好心好意要照顾的 这样的一个出发点 反而变成整个家庭的 一个支离破碎 对 讲到这个我有一个感觉 我们做婆婆真的要成长 这个时代的婆婆 不像以前那个时代的婆婆 有伴障 现在婆婆要共同成长 有一次我媳妇跟儿子 他们开着车 带着小朋友就要出去玩 我心里想 那明明还多一个位置 为什么不让我坐 他可以说 妈 要不要一起去玩 就算是我不去 我也会说 有空再说吧 对不对 可是没有 都没有 一句话都没讲 你们做媳妇为什么都这样 不讲一下呢 因为每天都看到你 我可不可以休息一下 你跟上次好像很敏感 我是希望被问一声 后来我弄懂了 真的 让他们小家庭自己去成长 不要一直夹来夹去 所以我媳妇也做了一件 很好的事 妈 你去做你的事 我因为这句话而放我自由了 就是不一定要夹来夹去 每天都要弄来弄去 我每次都以为说 星期六日我们应该煮一大堆菜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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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 结果他们离开你又觉得好失落 很弱势 因为我煮的菜 你为什么没吃完这样 所以我觉得我们做婆婆公公的 真的要自我成长 不要要太多 人家媳妇 儿子 愿意把孙子带回来 孙女带回来 你就要说感恩 不要再说 每天回来 每天再回来 不要再这样计较 好 广告之后持续来看 那么为什么有的人 阿公阿嬷是愿意成长的 但有的人被稍微说他的教养上 有什么问题反应非常大 还有阿公阿嬷带的小孩 容易有哪些问题呢 稍微回来